简陋的公寮里各式各样磕难水槽中 都是实验中的磕苗 利用单体繁殖后再以农具饲养 因为每年中秋截至清明节前后 处于采磕苗的过渡期 磕苗不稳定的情况下 让东南亚的磕苗冲击台湾市场 年轻一代的磕农只能自力救济 集资30多万元研究单体磕苗养殖 人工的副磕苗 这是单体的苗 农具再养 单体磕苗从显微镜中查看 不只成长速度快 堪称牡蠣中的名牌 可磕牡蠣一斤十几克八十元 单体牡蠣一斤才三四克 高达两百元 因为自然的苗不稳定 加一台南那边的磕苗 直接去越南跟中国大陆进口 自己研究说要怎么做人工的副磕苗 来补足时间不稳定 这个市场的缺动 进口进来可能会有井易上的问题 云林台西每年牡蠣约有三十亿的产值 但近期磕苗量少了两成多 大受影响 磕肉已经受到越南牡蠣的竞争 那我们只能卖副磕 因为他们现在代副的牡蠣 都是变成冷冻的才能进来 如果像这种国体的日本 或者是澳洲加拿大面才少许有进来台湾 青年科农不甘止步以前研究单体牡蠣養殖 培养成熟技术 期盼稳定产量后 不用靠进口科苗也能有自己的一片天 采讯龙大尉的另外是向云甄云